有線電視新聞議台 消防員將沙子中暈倒的同僚用繩釣上地面 被救出的其中一個消防員滿身泥泥保曬知覺 救援人員要立即跟他做深外界急救 其餘三個被困的消防員和一名工人 逐一抬上地面 全部都是昏迷 四個人由救護車送去東區醫院治理 一個消防隊目和被困的工人送到東區醫院後證實不致 另一個消防員身體不適亦都要送院 政府發言所人員稍後抽取沙井裡面的氣體樣本 確定六個人吸入哪類氣體 時快凌晨12點多 消防署接報說有一個工人在天越廣場地庫停車場 一個沙井工作 被困在沙井底 五個消防員落沙井救人的時候 先後懷疑吸入沼氣氛圍 死傷者的家屬和消防署管理層 事後到醫院了解情況 而消防署和勞工署正調查意外原因 有線電視記者黃嘉光報道 因為救人而殉職的消防隊目 張鎮威40歲加入消防署18年 當局會成立專責小組調查這次事件 宣布我們的消防隊目8831 張鎮威在今日較早的時間 是一宗沙井救人的事件裡不幸殉職 在事件裡有另一個工人亦死亡 在事件裡有另一個工人亦死亡 一個消防員亦暈倒 還有四個消防員感到不惜 這五個消防員經搶救之後 部門會成立一個調查隊 研究整件事的齒劃 也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善善禮的工作 我們剛才說的事件會進行調查 我們不排除的可能性 有沒有人會跟著既定的程序去做 根據我們現時既定的程序 任何這些沙井救人的時間都要配戴衣帽 但是詳細的情形是有待這個調查去證實的 聽其他聲音